也有多朋友问航运股 因为之前很强势 前两天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这个是Twini 他就问 插完之后就好像订回 他说2343太平洋航运和1919 你怎样看呢 可不可以现在开始逐步收集呢 我觉得航运股近期的势 都是转了 还有刚刚也提过 因为现在内地限电 看回一些新闻 就好像比如江苏那边一些码头 都说出货的需求是少了的 因为根本上工厂都开不了工 根本上你的出口都可能会 暂时停一停下来 对于你的运价方面 都是会有压力 所以对于一些可能集装商为主 比如1919 我相信短期的跌势 未说那么快是完的 有机会可能再下多少少都不出奇 2343就可能 好少少 即是波滴指数 虽然都是会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集装商来说 都会有少少的 就是抗跌力会比较强一点 但是你整个势叉 都没必要在这些位置再买了 嗨 嗨 感谢观看